同一個女朋友 對 害我去揍了她的前男友 然後結果前男友就叫了黑道來 然後叫兄弟來 然後我也找了人來 然後後來就還好沒事就化解了 為什麼那個女生會找兄弟來 不是那個女生 是那個女生的前男友去找 那你為什麼要揍她 OK 因為那天呢 本來我在外面唱歌還什麼的 我就找她來 她本來說要來 後來又臨時說不來 又說不舒服 結果我就回去找她的時候呢 她就不讓我進去她的房子 那你不要進來 不要進來 我就莫名其妙啊 那因為我也喝多了 所以我就硬衝進去 是 就一衝進去呢 就看到她跟她的前男友 還有另外一位男性友人 三個人在喝酒 OK 那因為我已經 氣已經上來了 是 所以你就有點不分青紅皂白 就衝過去就打了那個 她的前男友 她前男友也莫名其妙 你知道 覺得被我打 對 所以她就繞兄弟 然後兄弟就全部聚集到那個家的樓下 跟那個女生的appartment的門口了 對 然後我就想說 哇哩咧 這種狀況 怎麼可以輸呢 結果後來那個 我們這邊來的時候就爆了一個名字 然後對方就說 喔 我聽過你 然後他們也就退下 他們也不敢動 對 還好就 那名字這麼有用 那名字可以借用一下 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這種名字不能隨便借用會出事情的好不好 分手之後 兩個一個多月兩個月 每天守在我家樓下 每天 她住宿喔 從學校出租到我家是三路 然後大概有兩公里的路程 她沒有摩托車 她是每天晚上走路到我家樓下 然後我只要騎摩托車 因為一樓是停車場 我騎摩托車 一出停車場的大門的時候 她就會從旁邊的暗縫的黑暗裡面走出來 然後就這樣子看著 然後就這樣子 爆爆 別鬧喔 真的假的 真的 她就這樣子爆爆 我不誇張 不誇張 然後我每次都是騎摩托車 一看到的時候我就這樣子 真的假的嗎 哪有人會說爆爆爆 而且為什麼 為什麼走路要這麼急 真的要讓寶貝跑 她是傳奇 她 她是傳奇 怎麼會這樣子 旁邊還有一隻狗就對了 沒有 她的站就是這樣子 妳又要活殭屍耶 好恐怖 她有對對方做什麼補償嗎 我盡量讓自己過得幸福一點 對她是一種補償 什麼意思啊 不是有一句這種話嗎 妳好辣 這太辣了 所以都沒有真的親自來找妳們的前女友嗎 有 而且是來打我的前女友 就是 這故事好長 就是我那時候在高中 然後她就來教室找我 那我一看就知道是她 因為她是我學姐 然後她就說學妹我有事要跟你說 然後是很和善的那個表情 就想說那應該OK吧 結果她就說我們要上天台 因為那邊比較安靜 就看到有一排女生站在那邊 然後每個人都拿了一個武器在等我 然後我就想說這樣還不趕快跑等什麼 我就轉頭就要往天台下去 她就把門旁關起來 然後我就想說完了完了完了 就是你知道霧上賊船 她說怎麼辦 然後我就只能故作正經說 現在是要怎樣 然後那一群女生就是 不懷好意拿那個棍子的時候 妳很囂張嘛 妳知不知道妳是第三隻 然後我正在鏡頭的時候 就有一個人這樣衝過來 麻煩妳 衝過來 正面衝過來 對 不懷好意拿著棒球棍衝過來 然後我就這樣 因為我是要打到 妳有真的打到 對啊 我打嗎 我超大的 因為她臉上有裝那個護甲 下意識的反應就是這樣 然後 然後 不順耶 可是我真的沒想到她就昏了 然後 那個過程中她再也沒起來 然後我就想說這個人是怎麼回事 結果她就躺在那邊之後 那一排女生就看就傻眼想說 就是大姐頭都變這樣了 我們還在去幹嘛 然後武器就丟了丟了就走了 然後我就傻眼了 我想說那這樣是有什麼事嗎 然後我就過去 我就這樣踢了兩腳 她沒有反應啊 我想說完 沒有反應 沒有反應 她完全沒有反應 沒有反應她應該要改機頭吧 然後想說怎麼辦 結果我就下去那個教官室 就跟教官說 那教官不就是會查證什麼 但是就事情是就是說 我沒有把這件事情說出來 因為我想說算了啦 不要惹是生非 所以妳把它營造成說 有一個人自然在天台上面昏倒 對 然後教官問我說 那妳為什麼要去天台 我就說因為 妳也遭遇過前女友的困擾 我那個 對 可是妳那麼兇 妳怎麼可能被人家困擾 因為她就是一直打 她是那個一直打電話 打我 對 一直打電話 我就有一天 我在家裡面去接一個電話 電話來了 然後對方就是一打來就說 請問你是娘天 我說我是哪位 她就說 妳不用管我是誰 我現在要告訴妳一件事 妳跟妳男朋友分手 她的回答就是 妳不要管我是誰 妳認為是姐妹 我最主要也叫我 來鬧妳對不對 對 她說妳不要管我是誰 我說范范啊 妳不要管我是誰 我說媽 是妳嗎 然後男生就 好 我知道她是誰 然後我就好啊 我說那她到底是誰 她說 還不是上一任的 可是一接電話 妳就知道她在哭 她就是已經是哭的聲音 然後我就說 好 對不起 我不應該打電話給妳 因為她要我給妳道歉 所以我就打電話給妳道歉 對不起 這樣可以嗎 然後我想說 幹嘛這樣啊 妳說生活中 有比妳還誇張的人嗎 猛耶 猛猛猛 那妳遇到對手了耶 妳一跟他演啊 沒有 我就... 她跟我在一巴通打來的時候說 妳知不知道我懷了她的孩子 那妳怎麼辦 那我就會真的覺得說 她就是一直到我的部落格 一直謾罵 然後謾罵之後 隔了一段時間我就覺得 這人到底是誰 我就好奇 妳們... 真的很愛問到底是誰 這一節節目是 這人到底是誰 對 然後我就去看她的網誌 就開始寫一些 就說可能六月八號 我跟某某某就是我男友 去哪裡哪裡 可是她有重新就是 修飾過那個文章 有 但是內容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她的那個文筆是好的 然後文筆好還是妳好 妳想在管這個嗎 她一說了她說我 妳以為她覺得是她耶 但是她在Facebook上面有人 就用妳的名字到處再加朋友耶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嗎 這樣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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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直接寫說 我今天去巴黎島翻跟斗 碰到鯨魚什麼東西 沒有人在看她 文筆又比較好啊 因為妳就是每一件爛的人生 讓她去過啊 我今天吃了狗大便 哈啦 喂 喂